缅甸的我们的救援包机 真的今天都接回了82人返回台湾 昨天飞机出发 然后救援行动就带回来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那边还有1000多人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缅甸的局势 没有人敢讲下一步会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实弹射击都出来 而且真的打死两个人了 大家就晓得仰光的局势 没有 这种时候就很简单 你不要去凑热闹 你如果在有朋友在缅甸读书 或在缅甸工作的朋友 切记 切记 那种暴乱的时候千万不要上街头 你握在家里面子弹不会飞进来 你跑到那街头上绝对会被打死 切记不要上街头 躲起来最安全的 保留条命才是本 没有命了算什么 因为不要看热闹 而且老师讲一句 你不知道军政府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们这次回来的82人里面 其实有49个是台籍 另外有一些就是他们的外劳就对了 然后而且你知道这次政府 有真的佛心 怎么样佛心呢 那就是因为你来不及拿到 那个核酸检验证明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没有染疫的证明嘛 但这次你只要先写切结书 跟那个健康的这个 评量表 这个话 那可以让你就先入境 然后再来干嘛 做自费筛检 这样子 所以这算还算佛心 为什么 因为事出紧急 状况特殊 我们还有两班会去接 如果说有需要的 其实老师讲一句 我们旅免的华侨 就是我们台湾人 因为现在缅甸是完全禁止入境的 完全禁止入境 所以只有这些 华侨他还有办法这样子 出境的话是有机会 并不是表示绝对 因为整个机场也非常的暴乱 非常暴乱 对 在曼德勒 也就是仰光 他救生曼德勒 他军警用实弹 开始打人了 大家看到 你看这些民众在现场捡回来 一看 你不是用橡皮子弹吗 你不是不伤人吗 所以连周边的国家 澳大利亚跟新加坡都说 这是最不可原谅的 因为为什么 你竟然用实弹 这种野蛮行为 在现代任何的 这个国家的内政上 都不可以用这样的东西 就算是极权国家 也不会真的用实弹 除非你是北韩 这样就没得到 对不对 你竟然不是跟北韩差不多 不不不 北韩是完全不准许人民上街 只要一上街的话 他立即处决你 你怕死都没算 就是根本就不需要跟你解释 可是你缅甸 已经经过了民主化了 对不对 你怎么还能够做这种事情 所以民众拍下了 枪击现场的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军人 他真的拿起来打 而且我跟你讲 你现在除了这个 我跟你讲 就是说你今天一般老百姓 你不要以为他只对这种人下手 有一个缅甸著名的 非常有名的演员叫卢敏 然后他还记得以前 缅甸的总统叫温敏 对不对 他们都被抓了 而且他抓你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们就不用任何理由的 他们是说 你现在在示威现场 我就可以把你给抓走 因为像是这么有名的演员 他照抓不误 为什么 因为他要入你鱼罪 把你关起来 他用的是各种各样的理由 都可以 反正把你张罗一些罪名 你就可以变成反动 或什么都把你关起来 对 而且大家要知道 我要特别提醒各位 你知道在缅甸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 跟大家强调一下 如果有缅甸的我们的朋友的话 加拿来一定要小心 因为你知道 在缅甸的街头 你知道是由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吗 叫做青步兵33旅 这个旅 这33旅有什么特别 2017年罗欣亚灭族事件 记不记得 那个旅做的 他们干的 厉害 那个叫做什么 迅速杀人部队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部队 他本身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的 种族清洗的一个策略 他就专门执行的任务 没错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暴动的现场来说 他开枪他不会眨眼的 他不会眨眼 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他不会觉得难过的 敏昂来的亲信 谁是敏昂来 就是缅甸军政府的实际主导人 敏昂来的亲信 叫我干我就干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效忠敏昂来的部队 亲步兵三三旅 他在这个缅甸的 这个罗兴亚人事件之中 他屠村 屠村之后 他性侵了整村的女子 而且我跟你讲 后来国际法庭 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些犯法的士兵都抓起来 抓起来 每一个人都判了五六年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一年之内通通巧巧放出来 都没事情 都没事情 回家 然后回家不久之后 所以那个只是做表面上做给国际的这些观察家来看 你根本行也没服完 你就回家 回家躲了一阵子之后 又穿回军服 又拿起枪来 现在又出现在缅甸街头 所以这些示威人士 面对的是这种什么 我们可以讲 筷子守部队 就是说他杀起人 他不会眨眼的 他现在先用橡皮子弹 他现在已经开始转用实弹的时候 就代表说敏昂来 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 你完全没有办法 他就是要强力去压制这些民众的上街头 对 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将来在 我现在要讲一些比较好笑的事情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第一个被打死的 就是一个女死者 叫苗对对凯 苗对对凯她的上礼 大家看 你看这上礼非常严重 你看沿途 听说有三万多人跟着他 为什么 因为他被打死 这太莫名其妙 太冤枉了 你知道 所以现在在 可是他这个商里前面还警车开道 为什么你知道 救护车 对 我跟你讲 其实有很多军警都很同情 非常同情学生 以及同情这些上班族 为什么 因为他们走到街头上 现在其实仰光街头是罢客的 罢市的 所以说你说 他们常常会做些什么事情 你知道 军人说叫你们走 回家不要 干嘛 我们全部 吵几千人通通蹲下来干嘛 在地上捡冲头 叫藏啊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我们路上有很多人丢了那个冲头 蔬菜 我们弯下来捡 这么多人突然蹲下来的时候 整条路就 就瘫痪了 不能动了 就不能动了 就达到他们示威的目的 所以他们这只是一个示威的目的 一个方式 对 他们这种方式就大家故意蹲下来 在那边捡冲头 对 捡冲头 然后就还说绑鞋带 那所有人都绑 蹲下来绑鞋带 你看几千人绑鞋带 那个路车子都不用开了 不然的话就来搞什么 几千人突然晕倒 大家统统晕倒在地上 这个马路还要不要走 一二三晕倒 全部倒了 这个就是说缅甸人 他们用柔性的 不流血的方式 在对军政府代表说 你要释放翁山苏姬 你要释放我们的国务资政 你不能用这种暴力的手段 来对付我们老百姓 你都已经用了暴力了 你用这样的方式有用吗 所以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我们 这个等于是我们的邻居 发生像这样子的事情 这邻居还蛮远的 不是 我说句实在话 地球村嘛 地球村 而且它就在东南亚 说句实在话 我也想着我们自己台湾 就说我们台湾人 也一向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说有一天 台湾人 台湾民主国家 台湾民主国家 一旦要走上街头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做 我们现在走上街头很理性的 很理性的 有没有的准时就解散了 对啊 立刚 你上回不是你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 对啊 那时候我也有去 我们都是理性对不对 对啊 那时候不是那个 那个萊猪的问题的时候 上街头 时间一到 结束 大家欢迎结散 结束 所以我不撩你 全部都结束啊 都回家了 萊猪也进来了 政府就不撩你啊 政府就没有把你当回事啊 对不对 怎么样 来抓我 没有抓啊 大家都回家了 你回家煮晚餐 立刚我今天讲的句实在话 我们很高兴 我们现在变成一个网络节目 但是我们讲话 还是要有些分寸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你用那种抗争方式 政府是不会撩你的 就像缅甸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一样 拜托 缅甸现在那样的方式 缅甸国家 你怎么拿来跟我们比啊 对啊 我们是民主的嘛 我们可以用投票来 我们是理性的嘛 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做的 投票 立刚你还要讲投票 下一回就叫派人做做看 投票 投票 我们那个好朋友 对不对 也是我们媒体人啊 跟我一样姓彭的啊 彭博士 彭教授 彭主持人 准备被移送法办 你知道吗 真的啊 他只是质疑了一件事情 质疑了什么事 他就质疑了817什么东西的 我准备还没有真的啦 我准备要把你移送法办 因为你质疑这个选举的结果 817 817是什么 817只猫 不是 817万只猫 还是817万条蛇 还是 你在乱讲吗 明天你移送 我什么都没吞声 我什么都没吞声